《 沙木 3 》 2015 年透過募資活動宣布復活 被譽為開放世界遊戲始祖的《沙木》 在今年的 E3 展中 正式公布了三代的全新宣傳影片囉 《沙木 3 》是系列睽違 18 年之久的最新作品 故事接續在二代之後 玩家將繼續扮演武術家發月良來到桂林 與終於登場的女主角林莎花 一起追查殺害父親的兇手蘭蒂 影片中除了可以看見之前就曾公布的訓練 和過招的橋段之外 也曝光了在新地圖名產階中的追逐場景 另外雖然製作人林沐浴沒有提及 但根據之前的消息和這次的影片來看 熟悉的小遊戲和QTE 等要素也都依然健在 然而有爭議的是 官方在 E3 展中宣布遊戲的 PC 版 將由 Epic Games Store 獨佔發售 雖然家機不受影響 但 PC 版玩家都覺得這樣的決定 與他們當初所預期的結果完全不同 因此也引發了眾多玩家的抗議聲浪 結果相隔一天之後 遊戲的發行商也趕快宣布 遊戲一樣會在 Steam 上推出 希望讓風波競速平息 《沙木 3 》預期在 11 月 19 日正式上市 玩家們 你選擇的是什麼版本呢 《沙木 3 》沒什麼版本呢 《沙木 3 》預期《沙木 3 》 遊戲照片